在美国遇到过几次停电 每年都遇到 很有意思啊 通常情况下在这边生活 停电它是有两种方式来通知你 一种呢它其实就是会给你发一封邮件 就是信件 通常呢会提前个两周或者是三周 来跟你讲说 在未来的某某某天的什么时间段它会停电 那应该来讲还算是有一个心理准备 第二种呢就是 刚才外婆打电话告诉我家里面停电了 然后的话呢我到网上一搜 把地址放进去之后会发现说 哦该区域有一个report 他们会从早上的八点半 休到下午的三点半 那也就意味着说 今天白天 最热的这段时间停电 这俩老人估计得各大超市去蹭空调了 老周来还长下 会是不空调的 嗯怎么说呢 呃其实还有一种停电的可能性啊 就是大风大雨恶劣天气的时候 把某个树给刮倒了 某个电线杆给刮倒了 然后就这么突然直接没电了 那当然也是这这这种可能性在我们加州 也不是啊少少见的一件事情 嗯我们这个年龄的上海人 其实遇到停电近十年 甚至二十年已经很少很少 也有点不习惯了 当然有可能我们因为在上海住的不是老区也有关系 其实在上海的老区到夏天也会计划进停电 就是每年要检修一下嘛 看一下用电复合是不是是不是会过载 你像我们现在住大K店毕竟也是老区 这房子什么四五十年代 一二十年代都一百年的房子都有 这种电力系统啊 它固定的检修我也能理解 但是像今天早上这种就莫名其妙的 就像你说的就是第二种通知方式是外公外婆通知我们停电啊 习惯了习惯了一年总会会停一枕啊 哎不过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现象啊 其实我们这边装太阳能板的这个户型非常非常多 而且尤其是从去年开始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房子差不多在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 都在集中性的在安装这个太阳能板 我们家也装了 而且我们家这么小的一个面积的情况下 其实算是装的比较多的 但我也看到过有一些房子 明摆着建筑面积不小的情况下 其实它就装了那么几块太阳能板 其实它并没有办法起到这样一个转换的一个作用吧 这个和你生活习惯有关嘛 谁家像我们家一样放了四个冰箱的 其实这也是刚才外婆打电话给我们不理解的一点嘛 她说我们家不是装太阳能板了吗 就算外面停电 为什么家里会停电呢 其实这个这个是我们当时在选太阳能板的时候 没选储能电池 我们当时纠结了很久嘛 储能电池也将近两万多块钱 有没有这个必要 那我现在觉得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对吧 如果装了储能电池 其实外面就算停电 我们家里也不会停 电池还是能供电的嘛 不过其实在加州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面 装太阳能板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你看那个新政法规里面好像是规定 从2021年开始新建的房子 就是那些建商的那些新建的房子 必须找 都是必须装太阳门的 所以他们现在拿就是低能耗也是作为新房的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亮点 进去看房子永远可以看到一张对比图 原来的房子它一个月能耗是多少 现在他买这个房子一个月是能耗是多少 这绝对是骗傻子 你也不能讲叫骗傻子的确有用啊 你看现在外公那辆车是是那个充电的车 那相对于他来说 这辆车就像不烧油一样对吧 不好能一样 不对他而言这辆车叫不费钱 不费钱 又不用电车又不用做保养对吧 他是天天我电源往上一插 爱开到哪开到哪 买一块钱的葱还要跑这么远 除了这个电这件事情之外啊 在美国这个公共试用费啊 能让人家吐槽的事情还真的不是一点点啊 我觉得这不能叫吐槽 这个叫生活习惯不一样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短短几年 现在也习惯了嘛 我想起来了 昨天垃圾公司多送了一个垃圾桶 这里所有的公用事业费 除了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水电煤气之外 还要加一个垃圾 这也是美国的特色 其实就和其他国家收垃圾一样 美国的收垃圾政策也蛮奇怪的 每个city不一样 每周来收一次给你家几个大垃圾桶 当然这指的是single house 如果是你住在townhouse还是apartment 那还是什么时候想扔垃圾都可以 反正垃圾公司是到你们小区的垃圾站去 收那个大垃圾桶的 当然像我们这些住single house 每个星期固定一天 把你家的三个垃圾桶 三种垃圾桶拿到大街上 三种垃圾车会分别来收 黑色的收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 绿色的收你们家的绿化垃圾 蓝颜色的收可回收垃圾 什么牛奶瓶啊 纸箱啊 都是扔在这里面 现在还多了一种 这件事情也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大概从今年的 不知道是三月份还是四月份开始 各大媒体 尤其是像外公经常在车里面 听那个1300那个华语电台 就在那边鼓吹关于垃圾分类的新规 其中就是一直在强调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除于垃圾 还得从黑颜色的垃圾桶里面 专门分出来一类 然后如果你不做分类的话要罚款 为了这个事情 外公外婆大概烦了我两个月 然后我到各大垃圾公司的网站上面去找相关的规定 我都没有找到一个 让我觉得说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 应该还没开始执行吧 直到昨天又发了一个垃圾桶 我觉得他们是低估了我们这些华语家庭的餐厨垃圾的量 他们用白人家庭的对于餐厨垃圾的概念 来衡量我们华语家庭的餐厨垃圾 这个规定它是指 好像是为了一些环保可降解和非可降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反正我是没有在垃圾公司的一个官方的信息里面找到说怎么样再分 因为毕竟已经分成了黑色垃圾桶和绿色垃圾桶 难道你从黑色垃圾桶里面还得分出来一部分 有可能 那这个小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小到简直就是一个菜篮字 怎么是放在家里面的 我也没有搞明白 我待会去网上再看一看 你刚才说到垃圾公司 这里很有趣 公用事业费 大概就是电力公司是全美国算统一吧 我这倒没查过 全美国是不是只有爱迪生 至少我们加州全都是爱迪生 只有爱迪生 对吧等于相当于垄断的 垃圾公司那就多了 对吧每个区域 就我们肉眼可见的就有四家垃圾公司 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我们那个三部管地区 有四家垃圾公司 有四家垃圾公司 它分别给你机工服务 对吧 然后水呢 水好像不是 水也是跟区域有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水啊 我看下来水是跟City走的 因为你看很多的City 它在高山上 或者在一个高地里面都会有水塔 那其实它的一个投资建造 应该是City自己的 而且有很多的City 水费其实是交给City的 所以水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从503 搬到了现在住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说我们把之前那套房子 退掉之后 把所有的账目 其实都是按照一个时间点结清之后 过了两个月 他给我的新地址寄了一张支票 然后告诉我说 他之前的水费都计算错误 退了大概500多块钱的水费 水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到现在一直没有怎么算 不算清楚 特别是他今天又出了个什么新规 我们像我们这种single house 浇水 像我们双号的 只能星期四星期天搅 对面单号的星期二星期六搅 就我们加州热成这个样子 干成这样子 你一个星期只让我浇两次水 一次不超过15分钟 我们家草地不都哭死 那你觉得外公外婆和奶奶遵守了吗 不止他们 隔壁邻居好像也没有遵守的 但是我明显看到有自来水公司的巡查车 在马路上巡查的 特别是早上和傍晚 真的有人在巡查的 捷运水这件事情呢 说白了光靠浇草坪啊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你想想看你儿子和你泡澡 你们每天要浪费多少水 还有游泳池呢 每家每户这么多游泳池呢 对呀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只能做到就是说 规定归规定 然后自决归自决 但事实上其实到目前为止 号称我们加州是属于缺水大神 我也不觉得哪儿缺 但好像我真不觉得哪儿缺 水质的确不怎么好 家里的烧水壶每半年得换一个 全是水垢 这倒是 装了净水也没有 装了软水也没有 还是一层水垢 我们说了电 说了垃圾水 那煤气 煤气到现在倒是的确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煤气在我们加州都是统一属于那个 加州煤气公司好像还真没有第二个公司选择吧 煤气值得说的东西也有 是啥子了吧 就是像我们这种平民阶层去耻笑他们这些富裕阶层的 你自己想想 马里布 白布里 只要你说得上名字的绝对富人区 还有比复利山 哪一栋好房子是接煤气的 都没办法接煤气 他们煤气怎么去的 另外一家煤气公司 弄了一个很大的灌车 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到他们家去 把煤气灌到他们家的煤气灌里面去 你只要看有钱的city好像都是这么做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山区吧 你刚才讲的那几个地方全都是山 我没有证实过 可能是怀疑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地震多发地带 像这种山区它还防泥石流 它给你布煤气管道反而不安全 它宁愿造房子的时候就不给你接煤气管道 没两个星期给你送一次煤气 这么个煤气包放在自己房子房边难道不危险吗 你拿树荫 反正人家房子大嘛 拿个树荫把它遮一下 你忘了345我们那个朋友 他们家一进门就是 就是个大煤气包 用那个假山还有那个很大的树 把那个煤气包遮遮起来了 每个星期来送一次 他们家房子大嘛 游泳池要加热对吧 洗澡水 然后再加上平时的这个做饭 反正没啥没啥危险的 你像我们以前上海一天到晚说 哎呀这种液化石油器很很危险 但你看我们这里超市啊 沃尔玛都有买那种小的煤气罐 就是家里烧烤炉用的 不仅烧烤炉呢 我们家里冬天要取暖 不是插一个那种小泰雅 你就是可以直接插在煤气罐上 烧煤气来取暖 非常方便的 不过说到这个 这个小煤气罐 最近这个涨价涨得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像Vons门口的这个exchange 现在都是39块9毛9一罐了 我们刚来的时候 19块 对啊 涨了70 一倍多 对快一倍了 是啊 当然还好最近油价倒是在陆续的往下面跌 但是再怎么跌 这个价格也是跟我们刚来的时候 简直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电燃气垃圾之外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的底层需求 就是网络 太差劲了 不管是固定网络还是我们的是手机网络 最近信号都很差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在家里面几乎没有办法使用家里面的网络 我都是用自己的手机热点 当然这个呢 一方面跟网络公司的这个信号实在是差 另一方面你也架不住家里面 开着10个视频软件吧 希望 希望starlink赶快便宜一点 现在starlink是一个月500多块使用费是吧 110元的服务费每个月 那还是贵啊 我们现在spatron每个月69块嘛 错了错了错了 我申请减免了 29块 正常的是69块 那starlink还是贵了一倍 什么时候starlink便宜下来 我就用starlink 省得跟这些宽带公司置期 那个谁 那个记者已经拿到了呀 拿到有什么用呢 人家连接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 该地区没服务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洛杉矶地区 目前是属于无服务状态 为什么 还没有布 他讲得很清楚2023年 好吧 希望我们尽快可以用上卫星